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女孩留守地球的末日故事 少女地球守护者 故事一开始,女主正在低头研究蚊子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原来由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终于迎来了聂力回馈 地球表面开始产生了大量毒气 许多人都因为没能逃离毒蛆死亡 或者因为食物短缺活活被饿死 剩下的幸存者大部分乘坐飞船逃向了木星父亲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 依靠着一座火山产生的能量度日 只有少部分相信地球还有救的人留了下来 女主和她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女主父亲更是停留者的领袖 她每天都会在广播里宣扬自己的理论 以吸引更多的人相信地球还有救 在父亲的鼓舞下 女主始终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拯救地球 她和父亲居住在一个山顶的营地里 那里因地势高还没有被毒气清洗 而且还有全套的实验设备 为了证明父亲的理论是正确的 女主在营地养起了蜜蜂 其他的日常便是背着氧气瓶去毒蛆探寻 所以在毒蛆找到虫子 让女主更加坚信父亲是对的 她立马回家拿蜜蜂做实验 将它们放进了装有毒气的箱子里 想看看它们有没有随着环境而进化 实验结果是失败的 但她不甘心 于是她用自己做实验 将容了毒气的液体滴在自己腹部 那么除此之外 她还有一个工程师男友 男友在木星基地 两人只能靠通讯设备沟通 男友一直在劝她离开地球 去发现宇宙中的新生命 在最新的邮件中 男友告诉她 他们已经发现了一颗泪地球 而且地球的氧气已经快消磨殆尽了 让她务必搭上最后一班飞船离开地球 原本女主十分坚定地不想撤离 但一场毒气风暴袭击了营地 女主用胶带封住门才勉强地逃过一劫 风暴过后 营地变得一片狼藉 她的密封全部都死掉了 崩溃的女主开始动摇了 但她发现自己的氧气 已经不够支持她去到飞船发射地 就在这时 一名黑人男子坐着热气球飞了过来 男子不由分说地要找女主爸爸 女主跟她说爸爸去山里采集样本了 小黑只好留下来等她 但左等右等等了好几天 女主爸都没回来 于是她硬闯了女主爸爸的房间 没想到里面只有满屋子灰尘 女主只好告诉她真相 原来女主爸早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但因为爸爸是留守派的精神领袖 害怕因为她的死引起骚乱 所以女主才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死讯 并用爸爸留下来的录音顶替广播 小黑听完决定带女主一起离开地球 女主本来就有此意 于是当即同意了 她很高兴地告诉男友这个消息 第二天他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 发现了一只幸存的蜜蜂 女主心里又有了动摇 很快男主回消息说 自己被派去考察泪地球了 让女主等她十年 女主一听 当即痛哭着和男友分了手 随即她就勾搭上了小黑 但不幸的是飞船发射地改变了 这个位置距离他们更远了 害气根本不够他们飞到那里 小黑气急败坏地说出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原来她来这里是为了报仇 因为听信了女主爸的言论 她留在了地球 为了自保 她将食物藏了起来 眼睁睁看着妻子活生生饿死 她将这一切都归结于女主爸 女主告诉小黑 她能找到害气 她将父亲的死讯公布于是 呼吁人们赶紧离开地球 最后她带着小黑离开了营地 他们去城区找到了害气 临走时 女主改变了主意 她迷恋于人类留下来的璀璨文明 不忍心就这么丢掉他们 她让小黑答应她 如果她活了下来 小黑就要去告诉所有人 地球有未来 随后将面罩取下 随后小黑独自坐着热气球 前往了发射地 影片结尾 女主带着儿子 站在海边等待着所有人的归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你和大多数人都站在不同面时 也要学会坚守自己的信念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